光刻机,美国都造不出来,中国永远不可能造出来,谁说造出来那就是胡说八道。 8月中旬,朱世尧教授的一番话冲上热搜,瞬间击碎了无数国民的幻想。 对于如此逆天言论,网友们的评论更是褒贬不一。 朱教授凭什么说,我国造不出光刻机,光刻机的制造难点究竟在何处? 朱世尧作为中科大副院长,以及曾经的华为高管,对光刻机的理解肯定是非常深刻的。 但他这番言论犹如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网上引起了渲染大波。 许多人对其言论表示质疑,认为他这是在长他人稚气,捏自己威风。 我国光刻机一直遭受美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制裁的背景下,自主研发光刻机成为了国民期待突破封锁的希望。 这光刻机到底有多重要?芯片制造离不开它,没有它,再牛的设计也造不出来。 而说到芯片,那可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焦点,谁掌握了芯片就等于掐住了未来科技发展的命门。 这些年,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的打压,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从贸易战到技术封锁,恨不得把所有招数都使出来了。 而中国,面对这明晃晃的卡脖子问题,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毕竟,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求不来的,只能靠自己。 正如前学森老先生说过的,美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 美国的硅谷,作为世界科技发展中心,技术也走在世界前端,很多技术上我们都比不过,所以真的很难。 光刻机涉及的学科也非常多,这需要国家整体实力十分强大,而我们国家的与美国对比至少相差50年甚至上百年时间。 光刻机太大了,仅一个机器体积就能够与一台集装箱相媲美。 想要制造一个如此庞大的机器,里面的零件更是复杂而多样,仅仅是材料的准备,就需要准备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荷兰表面上拥有了光刻机,但实际上确实结合了十几个甚至更多国家的力量与顶级工艺、技术,才组装成一台机器。 机器非常复杂,里面每一个部件都十分精密,甚至精密到头发丝的几千分之一, 想要仅以异国的技术跟力量制作出来,是不可能的,就连美国也做不到。 朱石瑶十分笃定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做到,如果说可以做到,是什么都不懂的人吹牛的。 他说这一句话时并非妄自菲薄,看不起中国的技术,而是结合当时的情况说出了大实话。 但这一句话可能说得太绝对了,似乎给中国技术判了死刑。 光刻机技术真的有这么难吗? 那么,不妨让我们更深入了解一下这台神奇的机器,看看市面上已经出现的光刻机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光刻机,顾名思义,它是利用光刻技术来制作集成电路的机器。 若是拆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会发现里面有一块小小的芯片,芯片上分布着复杂的电路,上面的焊点数不胜数, 证实这小小的一块芯片是电子产品的大脑。 如果没有芯片,我们所有的电子产品将无法运转。 芯片的难点是如何在硅片上制作出设计好的电路图样, 而光刻技术是半导体制造行业的核心技术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它是芯片生产之中最复杂,最关键的工艺步骤。 光刻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1年,一位德国科学家马克思发明出了第一台, 能够使用光学原理,使用光在透明的材料上照射出图案,能够完成印刷。 在受到这一原理的启发后,科学家们试图将这一技术用在更加紧密的仪器上开启了探寻之路。 1952年,美国科学家研发的电子术,成功利用光的原理在硅片上刻出了图案,获得了历史性进展。 不过此时的技术只能算开发了冰山一角。 随着各个国家在技术上的更新迭代,美国Simer跟荷兰ASML公司相继成立,开始研发高精光刻技术。 由于该技术对精度要求非常高,也是半导体核心设备,一直以来都被誉为科技中的神话,众多国家可望不可及。 我国自50年代以来,一直都致力于研发突破光刻机技术,但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获得进展。 这也不由地让不少人失去了信心,认为我们真的造不出来了,半导体行业依旧要被国外卡脖子。 在当今信息飞速发展时间,半导体已经成为了国家科技,经济甚至是国防的重要支柱。 在全球浪潮中,技术的竞争愈发白热化,只有技术走在前面,才能够把控市场,获得立足之地。 但不得不承认,光刻机的技术在21世纪依旧面临着挑战,尤其是更高精度的技术。 这影响电路性能和产能,越先进的技术越能够实现更小电路尺寸,以此提高集成度以及性能。 很长一段时间,技术被牢牢把握在荷兰跟日本,我们只能够依赖进口。 因此,国家也想要尽快找到突破,能够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不再受限。 其中,纳米技术的结合应用备受瞩目,能够通过机械方式将图片压印到半导体机片上,不仅设备简单,成本低,分辨率还高。 因此,我国在研发上着重攻克纳米技术,宁有辨识较为先进的一种。 其原理也较为简单,使用物理压印将模具的图案转移到机片或底材上。 使用物理原理来完成印压,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像传统意义的光刻机一样使用复杂的光源,另辟蹊径之路也给我们的产业带来重大影响,或将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另一条技术道路。 在我国近一至两年时间,似乎都没有听过好消息的传来,不由得让很多人都忘了这一回事。 但近期,有消息传出,说我国在光刻机上获得了重大突破,并且已经研发出光刻机了,这究竟是真是假呢? 这一好消息来自2024年9月9日,我国工业和信息画部发表的一则通知。 通知上透露了我国2024年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其中有一项包含了光刻机。 电子专用设备之中,很明显看到了浮化亚光刻机五个大字,从标题之中不难看出,已经进入了推广应用阶段,这也就意味着设备已经研发生产出来了。 浮化亚光刻机是新一代DOV,ALF光源波长193纳米,缩短到134纳米。 从荷兰ASML21年的财务报告中不难看出,近几年这一设备在行业内都是中流砥柱的存在。 DOV当公司在产品线上的销售额占比达到了60%,近些年来,随着物联网、新能源、AI等技术的高速发展,技术上的需求越来越多,半导体的应用也随之越来越高,掌握了核心技术就意味着拥有一颗摇钱树。 近些年,中国飞速发展也引发了一些国家的忌惮,美国为了限制我国的发展,已经开始禁运DOV。 如今,我国DOV光刻机的面试或给我们带来重大转机。 确实,光刻机技术是现代科技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在电子设备制造方面。 从您提供的信息来看,中国在光刻机技术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首先,关于您提到的65纳米分辨率的机器与荷兰ASML公司的Twinscan XT1460K在技术上达到相近水平,这确实展示了中国在光刻机技术上的自主研发能力。 尽管与ASML最先进的2000爱光刻机相比仍有差距,但这一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其次,上海微电子公司在EUV设备上的专利申请并进入公布阶段,更是标志着中国在EUV这一前沿技术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EUV光刻机作为下一代半导体制造的核心设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突破,无疑将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关于光刻机在生物医学、光学等领域的应用,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光刻机的高精度、高分辨率特性使得它在这些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例如,在生物医学领域,光刻机可以用于制造微流控芯片、生物传感器等精密设备,在光学领域则可以用于制造高精度透镜、光扇等光学元件。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光刻机技术上的突破,不仅是中国科技实力提升的象征,更是全球科技创新生态中的重要一环。 我们期待在未来看到更多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全球科技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用了百年的时间创造了许多奇迹,更是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追赶上了世界用了百年才发展起来的水平。 中国就是一头沉睡的雄狮,如今这头雄狮已经苏醒,所以它也将要一步步地追赶世界,甚至完成反超。 曾经在原子弹等研发之前,西方国家依旧从来没有看好过中国,但每一次我们都打破了它们的不可能。 所以,当它们看不好,我们能造出光刻机的时候,我们能再次打脸西方国家。